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军令充裕放在各自的军令区 接下来是决定谁先开始游戏 两位同学将各自的资源卡随便切成一半 然后亮出其中一半卡最底层的卡 左上角的点数较大的同学A先开始 注意 如果双方点数一样 就再抽一张卡来比较 直到分出高低为止 决定了先后 两位同学分别从资源区最上面取出五张卡 放入自己的手中 大家看到上方的游戏卡图案 代表着两位同学手排现有的卡数量 资源卡上的号码 代表着两位同学资源区还剩下的游戏卡总数 匕首所指的方向 代表着该方向同学的回合 同学A回合开始 注意 第一个先开始回合的玩家 不能取一张资源卡 同学A使用一张英雄帖 然后将司马懿招募到制程内 由于英雄帖的关系 招募司马懿的费用减为二 招募后 同学A只剩一张手排 由于没有其他事情 同学A宣布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同学B先从资源区取一张卡放入手排 同学B招募周瑜到制程内 同时将两张手排放入耗费区作为费用 招募后 同学B宣布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同学A取一张资源卡 然后将制程内的司马懿移动到敌城外 注意 由于城外没有同学A的其他降临 因此根据司马懿的特点 武力减为二 同学A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取一张资源卡后 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接着 同学A使用突击部队 支付费用后 同学A将卡装备在司马懿身上 由于突击部队的效果 司马懿现在的武力变为4 智力减为4 由于敌城外没有同学B的降临 同学A宣布司马懿攻城 同学B将相等于司马懿武力 也就是4分的资源卡放入耗费区 攻城后 同学A宣布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取一张资源卡 由于周瑜敌不过司马懿 因此宣布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取一张资源卡后 同学A宣布司马懿攻城 同学B再损失4张资源卡 同学A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接着 同学B招募曹操 由于特点的关系 可以将曹操招募到至城外 招募后 同学B将周瑜移动到至城外 由于周瑜的特点 曹操的资源卡 现在加1成为5 同学B再使用激烈卡 水济烟敌 支付费用后 宣布由曹操发动 根据水济烟敌的效果 司马懿的资源卡 低于曹操 因此战败被放入阵亡区 同时 所装备的突击部队 也放入耗费区 使用水济烟敌后 同学B将卡放入耗费区 由于周瑜已经移动 而曹操已经攻击 再加上没有守牌 因此同学B宣布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取一张资源卡后 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然后将曹操和周瑜移动到敌城外 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同学A使用英雄帖 然后将孙权招募到自身内 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同学B宣布 同学B宣布曹操和周瑜攻城 同学A将三张资源卡 放入耗费区 攻城后 同学B宣布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接着 同学A将孙权移动到资源卡 根据特点 孙权在资源外的武力加1 等于4 同学A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同学B将曹操和周瑜移动到自身外 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然后回合结束 双方由于手牌不足 互相取卡后 回合结束 终于 已拥有7张索牌卡的同学B 在回合开始时 招募了貂蝉 招募后 同学B立刻发动貂蝉的效果 引传就案 并支付发动特效的费用 然后根据特效 将孙权移动到自身外 接着 同学B宣布由周瑜向孙权使用 计则 陷阱 如果成功的话 智力较低的孙权将被放入阵亡区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同学A使用轨迹识破 根据轨迹识破的效果 同学B的激略发动无效 激略攻击不成功 同学B接着再使用英雄铁 将诸葛亮招募到制成内 然后发动诸葛亮的特效 根据特效 同学B指定孙权武力-1 成为2 然后宣布曹操武力攻击孙权 由于双方的武力都是2 因此 两个将领同时被放入阵亡区 同学B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支援卡 然后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支援卡 然后将周瑜和诸葛亮移动到敌层外 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支援卡 然后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支援卡 接着周瑜和诸葛亮共乘 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支援卡 接着 同学A使用英雄帖 将关于招募到制层内 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支援卡 接着周瑜和诸葛亮再攻城 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支援卡 然后将关于移动到制层外 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支援卡 由于提不过关于 同学B将周瑜和诸葛亮移动到制层外 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支援卡 同学A决定冒险 将关于移动到制层外 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支援卡 接着 同学B将制层内的雕蝉 移动到制层外 由于雕蝉拦截了关于 因此 他可以将周瑜和诸葛亮 移动到制层外 移动后 同学B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支援卡 同学A宣布 关于武力攻击雕蝉 雕蝉被放入阵亡区 同学A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支援卡 如果让关于工程 将损失五张支援卡 于是 同学B决定将周瑜移动到制层外 阻挡关于 同时 由诸葛亮工程 然后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支援卡 接着 同学A招募刘备到制层内 由于刘备的特点 关于的武力变为7 同学A宣布关于武力攻击周瑜 周瑜被放入阵亡区 同学A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支援卡 由于关于太强了 同学B只能尽全力打败关于 于是 他再次使用英雄铁 将张飞招募到制层外 但是张飞的武力只有5 所以他使用了挑拨之略 指定关于的武力-2 这样一来 双方都是武力5 同学B宣布张飞武力攻击关于 于是双方都被放入了阵亡区 同学B解决了关于后 宣布诸葛亮攻击 然后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支援卡 接着将刘备移动到制层外 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支援卡 然后将诸葛亮移动到制层外 回合结束 接下来 双方回合时 取卡后互相回合结束 按兵不动 直到同学A回合 手牌有三张卡时 他使用明金收兵 根据效果 刘备和诸葛亮都必须移动到制层内 由于刘备在这回合还没有移动过 因此同学A可以将制层内的刘备移动到底层外 移动后 同学A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先取一张资源卡 然后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接着留备工程 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然后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留备再工程 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然后使用英雄帖 招募旅步到制层内 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留备再工程 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接着 将诸葛亮移动到制层外 然后将旅步移动到低层外 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然后宣布 留备无力攻击诸葛亮 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同学B宣布 旅步工程 由于旅步的特点 同学A将八张资源卡 放入耗费区 同学B回合结束 同学A回合开始 先取一张资源卡 然后宣布留备工程 回合结束 同学B回合开始 由于没有资源卡 可以取 因此 同学A获得胜利 希望大家已经了解 将军令的基本游戏玩法 请尝试练习玩这个有趣的游戏 来自新闻的游戏 请尝试练习玩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